去年以来 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举行了视频会晤 并且还两次通话 双方在多个层级开展了对话交往 我们注意到美方领导人和一些高官相继表示 美方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 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 胆离人遗憾的是 这四步一无意的表态 始终漂浮在空中 迟迟没有落地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 美方仍然不遗余力地 对中国开展零和博弈式的激烈竞争 不断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攻击挑适 接连在国际上拼凑打压中国的小圈子 不仅损害两国关系大局 也冲击和损害国际和平稳定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样子 也不是一个讲信用国家所做的事情 中共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我们完全有权利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的政党 中方认为大国竞争不是时代主题 联合博弈不是正确选择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 中美两个大国如何找到正确相处之道 即使人类社会没有遇到过的课题 也是两国必须共同解开的方程式 今年是上海公报发表五十周年 回首历史 中美双方本着求同诚意精神 以合作代替对抗 造福了两国人民 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展望未来 双方应当重拾荣兵初心 从整形状出发 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三原则 来替代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 推动美国对华政策 重回理性务实的政务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的政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